女性成言吸过去凭借电影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沈嘉宜一脚而走红 今年在中国发展顺利的她 日前却被网友发现疑似献身杭州亚运球场 还当上了啦啦队立刻掀起热议 不过该名女子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中国啦啦队成员沈肉肉 她魅力四射的舞姿 以及天媚的笑容 蜂蜜岛的大批粉丝积极经营社群的沈肉肉 经常PO出自己的姻缘片段 笑起来圆圆的脸蛋以及脸上的酒窝 都与陈妍希高度相似 因此经常有网友好奇留言 询问这到底是不是陈妍希 有趣的是沈肉肉曾模仿过陈妍希的古装造型 迎来网友们惊呼这根本是一模一样 高达99%的相似程度 搞不好连成小都会认错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